这次讲回事,很久没讲回事 第一条,欧元英镑日元近月一起转弱 是不是与美国息口预期有关? 与大家的息口预期都有关 因为之前炒美金药,美国首先减半厘 美国减半厘,9月那时候其他那些就好像压着,不想减的 因为之前那些欧元英镑那些就减早了 6月那时候已经来的 接着到9月以为联储局退了,退了不减 突然间又快了,要么又不走就跑 所以上个月正在炒美金减息的气氛就比较强烈 美金就放下去了 今个月就调转炒了,炒美国又不多减了 又到另外一些减了,所以美金就抽回来 其实炒来炒它 我相信两者大致上的减速度都差不多了 日圆就不用理它了,它大致都不多动了 那它不多动了,整体那个汇市方向就看美汇 那现在美汇又说炒它,不用减了 又说经济好备了,其他要减了 老实说,如果它不用怎么减的话,其他都不用怎么减的 所以你的美金升到差不多了,整个格局都是上落的 你就不需要特别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单边看法 美国要狂减,其他不用 然后反过来,美国不用减,其他要狂减 其实不会发生这件事,大家都差不多方向减,随日软外 第二,历史上美国短期内,先减息后加息的情况都不少 突然间转加息可能不下 以前就多些,近年就好像没什么见过 通常都是一个周期 就是减了很少,突然间翻手,加完再减了 近年就少一些,我记忆中上次这样做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 就是在四分一世纪之前 不是说不可能,但是 它都明白,如果你 中间那里翻手,反来覆去,那个政策讯息就很混乱 就是市场不知怎样,或者你 可能都变相成是自己看错了 做错了,如果你减完没得再加回,就是你之前那口就错了 那他又不肯认错了,通常 所以现在出现这种突然间翻手做事的机会就不是那么大 我记得可能做不够,后来要做多些,翻手做多些 或者一早的评估是可能做得够,然后停了,停早了,这些是会有的 但是他都不是在方向上转变的,即是在速度上转变,可能快啊慢啊 这个有时会有,现在都是这样,但是突然间翻转 这个就,我相信今时今日的机会比较小一点 还有那条U-curve都是指向差那边的,所以我相信他都是看着curve做事 第三,就有阴谋论话,美国透过息口控制全球各地资金流 减息谷供我们资产流,加息进行收割,资金回流,基斯怎么看这个看法 我想他会考虑一下他的加减息对全球资金流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今时今日,第一,那些息口不是同步都那么紧要 有时你先一些,有时他先一些 第二,这个幅度都有一些出入的 虽然大家的减息周期,大致上同步开始 减息出来的部分都大致上一致 但都有些出入的,都不是很大分别 所以如果美国有个看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那些央行都是跟着的 大致上跟着 如果你大致上跟着,你就很难有一个很大的资金流 除非其他央行都很有价 完全不理你,日本也是,但是有多少日本,很少日本 其他央行大致上跟美国的做法差不多 那你很难有一个很大举的资金流动出现 所以美国佬都明白这件事的时候 他都知道就算他加好减好也好 其他一些大致上都跟着 所以其实你都不可能引发很大的资金流 这个资金流不是很大的时候 你那个资产价格是升或者跌呢 其实就未必很关于资金流市 反而你那个risk on risk off的气氛更重要一些 比如你最近港股爆了上去,扔回来 那你其实很大程度,你自己的钱炒 炒高了自己的钱就可以去割锅车 这个是你自己本土里面的资金那个 深红跟着深淡,就是那个现象 risk on off的现象 就多于说是很多钱流入,然后很多钱走了 应该不是那种 第四条就是美国即将进行大选会不会短期来回市更加波动 我觉得就不会了 就是除非这两个有什么冬瓜豆腐 就是可能选前选选选选选选被暗算 或者这些东西啦,如果不是的 就是两个都差不多机会的啦 现在其实适当一个赢都是 就是一定彩数在那里啦 那也都消化了啦,就算是哪一边赢 其实那个市场都已经计过了,数都因过了 如果你说要升的,或者要跌的,其实都 我想你们心中都有个数都不会差很远啦 因为这么成熟的国家 哪个做总统坐在位都是这样做的啦 分别很大,假设现在拜登被人倒下了 或者他自己的企业品倒下了 其实你猜美国会倒下吗?美国都不会倒下 一样如常进行的 历史上美国都好几个被人暗杀过啦 一样这样掉下去,没什么的 所以谁做都... 当然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豆腐有些扰动的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应该市场都是... 就是看经济因素多一点啦 政治因素不是那么重的 第五条就是很多网友想趁低加拿外币 这次美金反弹会不会好时机 是的啦,其实刚刚我和你录了 我星期五录了,你现在看是星期一 上个星期中后期应该已经是低位了 我估计 如果你要买的话,应该是那些位置 大致上要入点啦 如果你跟着 美金再抽也好 其实都是... 你一阵阵买啦 你每一个低位都不知道外币是否最低的 但是我估计 这个不是也好 你的美金再抽,外币再低一点点 都不会低得十分之多 可能低一点点多,有另一个底子给你买 那大致上你这些底子,如果你 一个底子,两个底子,三个底子 那你一个底子,两个底子,三个底子 那么数点的话,其实就 算是叫做捞到底子的啦 那所以看下你自己是不是 炒啦,炒就没所谓啦 你买上买下都OK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 那其实就没什么所谓的 你现在都比之前便宜的 便宜之前其实都OK的 如果你看得近一点点 就绑那些会走得快 即是他如果在低位那里 二几那些 你如果明显偏离三零 其实你买完他,一发发上去 发一千几百点走你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跟你说笑 如果你的短线比较走得快 就这一只 但是如果你说中期一点点 可能是用这些资料呢 我相信日圆那个幅度会多些 始终如果现在 сум von vuhr 你价格了数个月 价格了数个月 大家 그런데不高每个 �颊 underscore 从日本的稳息收得 baseball 比较明显纱的时候 那个日圆其实就不应该是一五几个那边 应该是一三几个那边 那你一度度回来说 如果有20格你走一下 或者10格都很过瘾 不要是20格 就是你其他很多货币都走不到过千点而已 所以这只就可能中长一点 那个幅度会英俊一点 至于其他的就 譬如欧远说就走得稳定一点 就是如果你很明显有个单边看法 就坐Ulo好的 就是它一路跌或者一路升 但是现在其实单边就不是十分出 那Ulo也是走框 走框它又不是走得快的 它是走得稳定但是又不走得快 坐得舒服但是就 短时间就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还有就是你坐它就要舒适差 就是它比美金低一厘 至于你其他澳柳家那些就跟了 大致上 可能跟Ulo或者榜之间的幅度 方向都差不多 就没有什么很个别的性格 现在都没有提到 那就还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 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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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